我們今天要來換空氣濾新器 然後這台是QC 大概車領十年左右吧 對十年左右QC 然後是噴射的 對然後它的空力是在左邊 是在左邊 對然後如果我們能正著 正對著車屁股的話是在左邊 是在左邊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換 然後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對這個地方把它換掉就好 然後換這個呢就只要一個 螺絲旗子就夠了 然後它的螺絲就在這邊正中間 把它卸下來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是完全沒有換過的話 可能第一次轉會有點緊 然後我會建議第一次的話 就用電動螺絲或氣動 氣動的工具把它轉開 如果用手動的話 可能力道不夠 它會這樣子滑掉滑掉滑掉 那你這邊的話 到時候這個十字的痕跡 就會變滑牙 會不好拆 那如果你已經有拆過的話 其實你用 手動的就可以了 手動的轉開就好 那其實我這台十年已經換過 這個空力已經換了第三次了 對所以我會很好轉開 然後轉開之後就可以換了 然後這螺絲有點長 所以要轉得有點久 對然後等一下 然後轉開之後 就掉下來了 對 掉下來 然後這是它的蓋子 它的蓋子 對 然後舊的空力在這邊 舊的空力在這邊 舊的空力在這邊 然後它沒有方向性 你看這個 外面一圈泡棉 裡面也有一圈泡棉 所以它沒有方向性 然後它非常的髒 它非常的髒 我們來看 它非常的髒 它裡面都很髒 裡面都很髒 這大概兩萬五到三萬了吧 我忘記了多久了 我現在是想到才換 我現在是想到才換 對然後 現在我們就開始換 然後我們來分 然後這個是原廠的 這是原廠的 我已經把它拆掉了 我已經把它拆拆封了 這是原廠的 然後我是在網路上買 因為網路上的話 它比較 它比較優惠 比較便宜 反正都是原廠的 那既然都原廠的 那大家要選比較便宜一點的 對然後 這是原廠的 這是新的 然後它還有料號 它還有料號 然後這邊 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邊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YAMAHA的英文字 這就是原廠的 然後我們再看 副廠的喔 副廠的話 它都完全沒有料號 也沒有什麼LOGO 都平的 都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裝上去 而且 之前那個時候 可能 那時候還 沒有想要學DIY修車的時候 給人家換這一顆 還要250 我記得是250 因為 我都會去 比如說 我換了什麼 換了什麼 我都會把錢 寄在一個筆記本裡面 這樣子 我才知道 我有換過什麼 然後什麼東西沒有換 對 然後我記得這個是250 副廠的 對 然後 所以我剛剛說 這沒有方向線 所以直接裝上去喔 然後有的龜毛一點的話 裝上去的時候 它會去做清潔 比如說用風槍 如果沒有風槍 吹風機 也可以 然後把它吹好的時候 連吹風機都沒有 那就用布把它擦乾淨 擦乾淨 這整個周圍都擦乾淨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進氣 這進氣的地方 也稍微把它帶一下 擦一擦 對 因為它是 它是從這邊吸氣吸進去的 它從這邊吸氣吸進去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沒有方向線了 所以就隨便裝 裝上去之後 然後這中間是鏤空一個洞 然後 你看喔 原廠 蓋子這邊 中間凸出來一個圓形的沒有 中間凸出來一個圓形的 這凸出來圓形 就對出這個洞 然後就把它蓋上去就好了 就把它蓋上去就好了 蓋上去之後 然後就把它鎖起來 你蓋上去之後 就把它鎖起來 對 對 我現在是用單隻手鎖啦 如果正常的話要兩隻手 一隻手要 壓著蓋子 一隻手再轉螺絲 那我現在一隻手拿著攝影器材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就只能這樣子鎖 對把它鎖緊之後 稍微 轉一下有緊就好 不要轉太緊 因為 畢竟這塑膠殼 你轉太緊的話 這邊 周圍這邊 有時候 螺絲這附近的 可能會有裂掉 塑膠殼會有裂掉的可能 所以不用鎖太緊 有緊就好了 然後 所有時候 要看這邊的密合度 這是一個一條線 要看密合度有沒有都密合 有沒有都密合起來 有密合起來的話就表示是OK的 然後拉拉看它會不會掉出來 會不會鬆鬆的 對 然後都不會的話 那就 OK 我再把它鎖緊一點 我就有點鬆 對 大概就這樣子完成了 自己DIY 一隻螺絲其實可以解決 換空去立心器 對 然後這個網路上買 很便宜 然後我會建議 既然都那麼便宜了 然後就買原廠 因為我這個原廠的話 原廠空率 大概 不用到一百塊 不用到一百塊就可以買到了 原廠空率不用一百塊就可以買到 然後大家都可以嘗試自己換看看 就這樣子囉 好 好 那 有